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11月14日 第三卷十四章十一节弊 引用经文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至十九节 以夫所书二章八至九节 信徒唯独因信称义 因信而活 使徒保罗清楚教导 我们是唯独因信基督称义 这义不是出于行为 同样当先知说 义人因信得生 这并非指那些不前不义之人说的 唯有神能改变他们 赐给他们悔改的信心 他们才能被称为义 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 是指被称为义的信徒 神应许他们借信心得生命 并非借着行为 保罗明确地教导 唯独因信称义 他引用大卫的话 得赦免其过 这人是有福的 这就除去了一切可能的疑惑 我们确定 大卫所指的并非不敬钱的人 乃是像他自己这样的信徒 因为他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凭自己的良心说的 所以我们得着称义的福分 不仅仅是一时的 乃是一生之久 都要依靠此恩典 因信而活 最后保罗见证说 唯独因信称义 是白白与神和好的信息 不只是传一两天而已 乃是在教会中 要永续不断地宣讲见证 因此信徒的一生到死 所拥有的义 是圣经所说 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因为基督永远是那 使我们与父神和好的中宝 他的死有永恒的功效 即竭尽 除罪 赎罪 以及完全顺服 这足以遮盖我们所有的罪 保罗在以福所书 并非教导说 我们只是靠恩典 作为得救的开始 他乃是说 我们得救 从始至终都是本乎恩 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救恩的福音是 唯独因信称义 义人必因信得生 因信而活 所以这义 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完全不是出于行为